有人说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感同身受 那如果用手术把人们的痛绝连接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增加彼此的共情能力呢 长发女孩在对小男孩说了这些话后 从高处众生一跃 时间来到12年后 小男孩顺平长大成了高中生 用着一个感性很好的性美竹马 高层仙鸟 因为性格温和 圣平总是被两个魂魁欺负 让他将生婆费全速上脚 没钱就得挨打 然而圣平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痛绝的人 这天度过的同班同学 天和出手教训的混混 意外得知圣平没有痛绝的事 他不断想验证这是否属实 结果一不小心造成了圣平昏迷 自己还被神秘人袭击了 苏醒后的圣平 邂逅了一个冷淡的女生 缘其法子 不知为何 法子对圣平的事了如指掌 他说了 每个人都想要羁绊 这句话后 他一把将圣平推下楼梯 再次睁开眼睛 圣平发现自己被推进了神秘的医院 千鸟 天和 以及另外三位同班同学 也被抓来了这里 法子说 从这一刻起 为了实验 他们被强制连接了痛绝 还说这走座城市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实验 才被创造出来的 这实验的名字 就叫做羁绊系统 世界充满争斗 人与人又互不谅解 当中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无法理解他人的痛 那么 透过手术 把人与人的痛绝连接在一起 实现真正的感同身受 不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而且作为实验对象的他们 也是有好处的 刚才圣平被推下楼时 其实受了致命伤 但因为羁绊系统 他的伤痛平坦给了昏迷中的大家 才活了过来 从现在起 他们必须完成主办方给出的 一系列任务 圣平除外的五人 都觉得法子脑袋有病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羁绊系统是真的 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 只能乖乖听话 为了让八干子打不着的六人 能够了解彼此 主办方给予了第一个任务 自我介绍 要他们说出 自己最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不言错答或答错 都会连累所有人受罚 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大家都被迫坦白了 比如 因疯狗绰号眼镜迟名的天河 其实最害怕狗 信仰奇幻的少女 人子根本不相信鬼神之说 包括公子 游多 小时候 其实是个超级大胖子 高材生 木 碎奶香 为了守住秘密 转身逃走 以至于主办方为了加快进程 用了一些强硬的手段 盛平做出了自我介绍 坦诚自己对任何人 事 物 都不感兴趣 甚至 他连自身会怎么样 他都不在乎 这句话 让作为青梅竹马的千鸟 特别难过 在他的记忆中 小时候的圣平 是个很活泼的孩子 但上了小学之后 圣平就毫无预警的变了 圣平被扇了好几记耳光 脸上却都是千鸟因心疼而流下的泪水 尸多 尽管圣平的自我介绍 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法子还是让他通关 因为他真正的秘密 确实已经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就在此时 穗乃香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出于某些目的 法子没有逼穗乃香讲出秘密 穗乃香反问法子 到底要怎样才可放过他们 得到的答案是 暑假过后 只要趁过这个夏天 羁绊系统就会解除 那天以后 天鹤以保护圣平不让他被打为由 住在圣平家 赖死不走 可他们还是感受到的 其他羁绊者带来的疼痛 六人努力 想要查证疼痛的源头 结果发现谁也没有受伤 原来羁绊者本该就有七人 而找出第七个人 就是他们现在的任务 基于他们六人的共同点是同班 人子便以轻打圣平来观察同班同学的反应 结果一点反应也没有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来不曾来上学的日染同学 一行人登门造访 人子想起日染是他爸爸医院的常客 经常都会把自己弄得瘀青骨折 是被人欺负了吗 是故意弄伤自己碰死他人 还是不想活了 但自杀失败呢 没等他们讨论完 日染就冲出了家门 为了逃走 还不惜从二楼跳下 落地的瞬间 众人牵身体会到了疼痛 确认了日染就是第七个人 于是大家追着日染跑到了一家商场 为了抓住他 尝尽苦头 最终还是圣品找到的日染 主动提出自己想要帮助不断受伤的他 无人感知 向日染产说了羁绊系统的事 没想到日染又离死逃跑 天河为了彻底让日染相信羁绊系统 打算跳桥他会给日染感受疼痛 就在他双腿发抖没敢跳时 圣品跳了 大家痛了一阵后平安无事 可日染却倒在了地上一段抽搐 原来这家伙 没想到日染纯粹就是个抖M 特别喜欢无法预知的疼痛感 但他之所以逃跑 只因觉得彼此不认识会更好玩 丁此一意 欺人的关系好像莫名其妙被推进了一小步 昏迷期间 上平又梦见了那个叫他取回痛绝的女孩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梦更加清晰 让他看清了那个女孩其实就是法子 为什么法子说每个人都想要羁绊 自己却不愿和他们一起行动呢 生平总是情不自禁在意法子 数天后学校迎来的暑假 法子宣布了新任务 参加夏日和素促进友谊 然而明明是那么简单的任务 虽乃香却表现得十分抗拒 事后 生平主动要求和法子交换联系方式 邀请法子也一起去夏日和素 于是出现了以下画面 一行八人从山脚步行上山 生平为法子提心力的举动 令千鸟十分难受 天和健壮决定充当助攻 为千鸟追求爱情 他想尽办法 让圣平看见千鸟的优点 可惜没什么帮助 千鸟还在走廊无意间 看见圣平和法子亲尼的样子 大半夜 千鸟难过的跑出了和素地点 没有注意到暗处正躲着一个人 虽乃香被过往的噩梦困扰 无法入睡 走到厨房 发现有多一个人在翻冰箱 虽乃香见状 给他做了略清淡的蛋饱饭 令尤多察觉 虽乃香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 是个性格烂透的人 就在尤多想进一步认识他时 尽管看起来是个花花公子 又多却不想要没有感情基础的肉体关系 班主任小山田出现 给大家带来了突发任务 寻找千鸟 与此同时 千鸟被小山田安排的人追杀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常年抢走圣平凌用钱的混混 他的目的是 跳动千鸟的情绪 小山田不断在观察他们的脑电波 这回他确认了 如若羁绊者们的关系紧密 甚至连情绪波动都能相互感应 把他的心底话听得清清楚楚后 圣平终于有所觉悟 主动向混混逃回至今为止 自己给过的钱 以往他不知道 自己被打被抢前千鸟会难过 所以什么也无所谓 但现在不能那样了 他痛的话千鸟会痛 大家也会痛 所以他必须硬性起来 不让任何人为他受伤 碎奶香有这一段很想要忘记的过去 自从精神感受也被连接后 大家不断被某个人传递心痛 一天 尤多和两个妹子外出时 被安立了一本人气少女漫画 来自天国的约定 无语中发现碎奶香也曾讲过 和里面一模一样的台词 就在这时 他看见碎奶香正被某个编辑纠缠 建议勇为将碎奶香带走 想关心对方 却被职责多管闲事 于是 尤多试着调查来自天国的约定 发现两位作者 在最当红的时候消失了 其中一位作者的背影 和碎奶香十分相似 传言 另一位作者 刘刘在两年前已经死亡 中人接到法子的来电 获取了新任务 救出碎奶香 日软猜测 今天所有的事 包括纠缠碎奶香的那位编辑 都是法子的安排 学校里 碎奶香被爆出人性漫画家的身份 被记者烦得瀕临崩溃的他 再次想起了流流 以及那段自己拼了命 想遗忘的过去 关键时刻 六人赶了过来将编剧赶跑 透过感应 发现碎奶香一直以来的冷静 都是演的 那个不断在心痛的人 就是他 为了弄清楚当年的事 六人拜访了流流的父母 发现流流 其实是个先天心脏病患者 他的母亲非常憎恨碎奶香 因为作为流流 自有的碎奶香 在流流病状的时候 舍弃了流流 就连漫画的截局篇 也是流流一个人完成的 然而 碎奶香真的是个 那么冷酷无情的人吗 事实上 碎奶香非常珍惜和流流的友谊 来自天国的约定 便是一两人作为原型创作的故事 只是某天晚上 一件事改变了他们的关系 流流喜欢碎奶香 在两人合作时 差点越了解 虽然像有些害怕 自己也会喜欢上流流 所以赶紧疏远了他 因为一旦喜欢了 将来就会更难承受流流的病逝 最终 顾虑太多的他 就连漫画的结局篇 都没敢画下去 流流的一字一句 像诅咒一样 刻在碎奶香的心里 让他封闭自己 从此不敢再交新的朋友 第一遍香 六人组非常担心碎奶香 在圣平和天河的建议下 决定主动关心他 就算被讨厌 被嫌弃 也要死缠烂的 六人坐眼起行 买了烟花 跑来碎奶香家外头 隔空大喊 请跟我交朋友 尽管最后吃了闭门羹 但犹多还是感受到 碎奶香的心动摇了 雨天 他坐在楼下默默的等 试着从来自天国的约定 了解更多碎奶香的事 最后发现 碎奶香因害怕流流 对他的诅咒 根本没看过结局片的内容 于是 他请求碎奶香 待会要好好看完结局片 说完 将碎奶香带来五人的身边 不料碎奶香竟提出 要跟我交朋友的话 就给我从这里游过去 这种有意刁难的行修 谁也没有生计 六个性格迥异的人 甚至像傻子一样 在湖里玩了起来 碎奶香也看完了结局片 发现流流根本没有诅咒她 六人感应到的情绪波动 一个字冲回岸边 关心碎奶香 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身边 竟然有了那么多人 那一刻 他终于释怀了 碎奶香郑重告诉六人 自己还是不想和他们当朋友 而是想继续这样 当羁绊者 分享疼痛 分享内心 作为比朋友 更加亲近的存在 以上为 《羁绊者》上半部的剧情 与之后事 请观看《羁绊者》原作 也或是等待我下半部的解说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 《羁绊者》原作